我最开始参加这个社团的初衷很简单 觉得通过写信的方式去和一个在很远的地方的人交朋友 是一件很有趣很奇妙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首先我是很喜欢写信 然后也想多一个写信的机会 第二个就是我想和这些小朋友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 我想跟他们交流然后多了解一点 我觉得才要这个就是multivate我进这个PairPair这个活动的话 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就从来没有电子邮件写过很多 但是从来没有在用纸跟笔写过一封邮件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用书信来交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而且就是我也从来没有跟在那么远的就是完全教育就是不一样的环境的这个地方的人交流过 所以我就很好奇他们muna那边就是他们的思考方式跟他们平常的学习之类的就很好奇 现在这个项目主要是想以纸合理的传统方式写信来认识一些远方的朋友 首先这个项目我看到是在邮件里面 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我是觉得写信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从来没有用写信这个方式跟人交流过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企业 然后就想尝试一下 我认试一下 我认试一下有几个原因为什么我认识了这个认识 关于我的目的目的目的 首先我会说因为我认识到的项目的项目 我想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认识到这个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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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识到这个目的目的目的 第二个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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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是因为我喜欢写语词 我在广大学有起见 Based On Comeaining 究竟是你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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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和其他朋友和其他朋友 所以我认为 它会很棒 再做一次 在一种不同的年代 去看看 有些不同的改变 我可以获得 我觉得与发威信相比 写信是一种更加适合 表达心情 分享生活 表达政治感情的方式 因为它会让我有时间 接下来去思考去回想 身边中发生的点击小事 但是发威信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用表情包 或者嘻嘻哈哈嘿嘿这种词语 就虽然很日常也很舒服 但是可能不适合去交新朋友 去分享生活中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熟悉的文字 是更有温度的 然后而且你一封信 就是千里迢迢的过来 你会觉得它很珍贵 而且就还有一个见字如面 你看到它的字 你可以更加具体的去想象 它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 就是书信上这种写的 用纸跟笔来写的信的话 跟聊天之类的最大差别的话 我觉得在于 不能及时通讯 因为就是你写信的话每次之间 特别是我们这个特别远 我们一次大概两到三个礼拜 可能往来一次左右 所以就是每次聊天的时候 你就会考虑怎样可以 就是问到更多的内容 或者是就是 每次就是你要斟酌 你每一行要说什么东西 因为你大概两个三个礼拜 你可能会讲一次话 而不像即时通讯这样 就每一秒都可以回他 就是你会考虑要跟他讲什么东西 分享什么东西 还有怎么回应他一些话之类的 我想首先 信件它是可以保存的 那么 就像充益出来的照片一样 你可以一直保存着它 然后 然后可以很方便地唤醒一些 对之前的回忆 然后 再者就是写信 手写会比打字 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就可以 进行一个更慢的一个思考 包括一些感情 我觉得因为我们每个学期的次数有限 只有四次 但相比微信的话 你可能一天就有40次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会更自己更加的珍惜这种机会 然后写信的内容 意义不会像发微信那种 可能没有什么目的啊 或者是发个表情包这样子的 写信更多的我觉得也可能是一种等待 就比如说我写了一封两三亿的信过去 我很期待它的回信 但我可能要等待一个月 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 对 就包括你收到邮件 告诉你信来了的时候 是你是觉得非常 exciting吗 对对 就跟微信的手机动一下 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我真的喜欢详续 本来详组 因为我觉得 其实你会想说 因为信息的 一种通常通常通过 好电话 是 通常公司的媒体 在上当详组 通常公司的 感觉 最后 你会表现更多 更互相应的 by reading those kind of messages from different social media sometimes you just don't really read between the lines or like gets to know the person's kind of emotion, feelings and thoughts while you know if it's handwriting something I pretty much feel that I can guess or feel more from that rather than the standard kind of tests or messages 一件最深刻的事情是在有一天上GPS演讲之前 收到来自小伙伴的第二篇信 信里除了有信件以外 还有一张明信片和一张纸条 纸条的内容我就会说了 但是看到纸条之后真的非常感动 感觉受到了来自远方伙伴的支持和陪伴 是他因为他是高 我那个同学是高二 但我们其实年龄像他并不大 然后同样他是湖南省 跟我是一个省份 所以我们的共同点挺多 然后他是对即将高考 就会问我很多一些经验 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种毕业生的感觉 老学姐分享 就会跟他告诉他 比如说你要注意些什么 包括我们同省份的 就是很多比如说高考规则 然后都是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突然高考就这种 好像已经不需要在care的东西 感觉可以告诉他一些 帮他帮助他一些 就是做 跟他们交流的话 我觉得最大的感觉就是 因为他们都是初中生这样 跟他们聊的话就 你可以就发现他们的烦恼 就跟自己初中的时候特别像 然后现在就会特别想念那个初中时候的感觉 然后现在就变得很神奇 就是你现在感觉是一种过来人的身份 然后再跟他们交流 就是让你现在回头再看你过去那些问题 或者是以前的一些疑惑或难题 这些就会觉得就是过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事情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就很方便就可以解决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就感觉是对自己以前的那种怀念的感觉 初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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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伙伴他给我寄了一颗 一根小猪配色的帮帮帮帮帮 就来还认为我一定要把它吃掉 然后我问你猜它是什么口味的 然后这就让我有一种非常开心 非常惊喜的感觉 嗯 确实 因为如果我记得正确 那是我的第二条文章 所以我们在谈谈 你üll conf saya 许人的语言 小伙伴 你的会帮帮别人 一种 거는 不 Türkiye 这 zac上帮 bring 要有将或能接求 反正入 内部 政治 世纪 很多 地面 也是 讨小 でも 了IG 因为 但是我认识了一些我的朋友的想法 或者她的方式表达自己 真的印象了我 因为我真的不想到她的成长度 到那一层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即使我和小伙伴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然后也没有听见过彼此的声音 但是仅仅是通过写信这样的文字的方式 我们就发现了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 我们有相似的理想 相似的性格 还有相似的兴趣爱好 这样的话就让我们觉得 即使我们距离相对很远 但其实我们相对很近 另外一点就是 我觉得写信真的让我有时间去静下来 回想生活中发生的那些事情 那些被我遗漏的事情 然后把它拿出来跟人分享 我觉得我其实很信 因为我那个同学 他也很认真地在对待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很认真地在对待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的交流是非常有内容的吧 然后他 我记得他第一封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我像他一个远方的朋友 我觉得就很亲切 就是素未闻面的一些人跟你讲你是我远方的朋友 非常亲切的 然后他也会比如说在信中给我倾诉一些他自己不太开心的事 那我会觉得我被需要了 我觉得你坦诚地告诉我 或者是你抢开心悲地告诉我你有什么不开心 我觉得吧 最让我书信这个交流中最impressed的一点应该就是 在第一封信的时候 他跟我讲的时候就跟我讲到他 因为他成绩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在考虑他 到时候初中毕业之后到底要不要上高中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讶 因为我在上海我就 我周围的都是成绩都还可以 所以我就没有遇到就是都只是在考虑上好的高中 或者是不好的高中那个时候 但是我就没有遇到在考虑说要上高中还是不要上高中 所以我觉得这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 就了解到可能是其他省市的这种学习的这个 就是难度完全不一样 就他们的条件不一样 他们整个的就是可能就是学习的这种条件跟环境 不是与生俱来 每个人就完全拥有相同的这个公平的起点 所以我觉得还蛮感慨的 我想在和他交流之后 他跟我提到了很多对他现在生活的一些叙述 然后这就让我回忆起了我的中学的时候 以及站在现在的视角 对于当时的学习的一些回忆与思考 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 嗯 嗯 The communication specifically Kisamana That's only one thing I'll say It's the commitment Kisamana We committed to this program And knowing t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you know Four letters for this semester And we got to make it to the very specific deadline for each letter And I'm very happy that both of us made it 可爱 真诚 有梦想 谢谢你妹妹 爱你哦 就是那种要很有希望 很乐观的那种 沙雕 然后很热情 但我觉得她还也很细腻这个样子 因为她好包 可爱 认真 So first I'll say she's really optimistic 非常乐观 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然而其次她也很chill 心态很好 对就是 很知道要往哪里努力 Where she needs to kind of make more efforts to work harder on But still have a really really good positive Um Third is in I kind of feel she also dreams big I want you to be happy 愿你的努力终有回报 去到心中的远方 获得一切所想 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 都不要怕 微笑着面对它 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 就是面对恐惧 坚持就是胜利 加油 Only Game 珍惜现在的中学生活 好好学习 我们都相信教育的力量 所以不管之后 你的人生道路 你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都 不要放弃学习 对吧 那就是一个终身学习 Live and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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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朱千语 来自上海纽约大学 Hello I'm Jared I'm from Live and Learn I'm Chris 这学期 我跟Jerrod 参加了学校的 Pample社团 这个社团 主要是让我们能跟 西部地区的 一所中学的同学 可以进行一些 信件之间的交流 This semester we We participate in a school program 叫Pample I think it's really meaningful because we can write letters to the students from the West An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和分享我们的故事 我的朋友叫杨丽萍 她是一个很努力的中学学生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学习 例如读、读书 我们都喜欢食物 我们享受所有食材的食物 我的朋友叫黄叶圈 他也是个高中生 他的学习非常烦 他非常可苦努力 也非常可爱 他的信中还提到 他上一份庆的时候 跟我说他参加了一个体操比赛 然后我们也有互相交到自己的兴趣爱好 然后还会寄照片和小铃铭 杨丽萍 sent me many candies 然后还会有ードcast 然后也有画写过她的老师 然后我们还会讨论 我们也讨论 说我们有愛的男朋友 或者其他其他人 然后这边是我们学校的二楼的lounge 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具有中国古代的风格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象棋桌 那边有木质的古色古香的桌椅 这边就是经常我们学校有严调有活动 都会在这个古色古香的lounge展开 然后同学可以在这里自习 欢迎大家下学期加入PanPo 我们能够一起探索比今天的世界 能够用一分信与遥远的朋友进行心灵的沟通 欢迎大家加入PanPo program 我说它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分享你的故事和感情 我是朱天宇 你好,我是雁挝的,我是雁挝。我是雁挝。 我可好,我是朱天宇。 我是朱天宇。 我感到这些认识的是 小朋友和鲜挤。 希望大家可以做出 我非常幸福 我非常幸福 每次都在这个团队 我真的喜欢写写写 跟我的同伙伴 我们有好多时间 跟我们同伙伴 我希望一天 我们可以一起来 和大家一起来 欢迎大家来到 上海 非常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和VIO在上海或者是在他们的高中相见 这将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场非常奇妙的旅程 从纸上到现实中 yea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wrote letters and I really cherish the time with them writing and reading letters it's really fantastic and interesting time 这其实不是我第一次跟VIO同性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跟比自己年龄小的人一起通过信来交流 欢迎来到上海女儿大学 也欢迎大家参加VIO之乐部 我们的主要是您的表现 都是我第一次跟VIO同性的交流 最后一位是您的表现 是您的表现 最后一位是您的表现